路口出车流量相当大 突然一棵大树硬生倒下 一辆左转车直接被压在底下 另一名驾驶紧急刹车惊险过 才敢缓慢绕过去 反正在25号晚上6点多 在新北市板桥名声路上 受到凯米台风影响 虽然风雨没有中南部夸张 但还是频频传出灾情 被砸到了车辆 前后挡风玻璃都碎裂 车顶跟车厢也凹陷变形 车内驾驶乘客赶紧自行脱困 跑到人行道缓和情绪 毕竟突然从天而降 任谁都会吓一大跳 还好没有大碍 驱公所到场协助搬离路数 但不到一小时 台114线道一公里处 不止树倒手电筒往旁边一照 竟然还有一大颗落石 躺在路中 土石摊坊阻断道路 影响双向通车 还好当时没有车辆行精 远紧赶到现场拉起封锁线 放上三角锥警戒进行交通管制 经由驱公所及工程单位评估会 连夜抢修恢复同行 但都得随时注意 就怕又会有落石滚下来 TVN新闻 罗红产业盛番新北采访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HI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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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VB